财经APP 我们先从那个手机的部分 就是Android最近就是有一些新的发展 是这个我们上回提到这个 比较不好讯息的悲惨的HTC 好那现在又有什么讯息呢 Android我们知道说他们刚发表那个Android 6.0的名字 这次出来它就是叫做那个棉花糖 非常好吃的名字 因为他们每一代都是甜甜开头的 那这个效果其实可能就是下个9月份会分晓 可是在Google在往前冲的时候呢 厂商就有一些有的好有的不好嘛 那我们就看联想 自己红麻店之后呢 另一个很惨的是联想 联想的行动部门就是大亏损 就是有3亿美元的自认手机库存 台币大概90几亿啊 这很夸张 哇联想哇 你没有想到以前这个IBM这么风光 现在在手机上面居然跌倒了 它怎么卖得这么不好啊 应该说应该是部分跟他们买下Morola有关 尽管说Morola的这个出货比例不高 可是就是说他们还是有一些相关 就是他自己要分心做这个新的事业的处理 可能就有些策略上会失败 然后他的手机其实也被其他的这个品牌打 那我们就看说三星就是说他一直积极在价格上 有很激烈的竞争 那就导致说其实联想跟他的定位一比 可能就会有一点落下来 不过我看哦 他您刚刚提到嘛 就是联想他第二季的手机的出货的状况 然后再跟这个他原来这个Morola比 Morola的这个出击的数量没有他大 可是获利的这个比重 却比那个联想自己制造的还要高 这是不是代表说联想自己的手机有问题呢 因为说他的厂商就说 消灭者就是会想要去买那个 他旗下Moto的就不会去买 哦还是品牌的问题 会有一些那个 是是是 但他没有买下Morola之前 其实联想在中国品牌还蛮强的哦 跟华为一样都在这种千几米这样子 现在应该被甩开了 对这样有点被甩开 那华为我们知道他今年蛮强的 是 而且企图性好像很强 我看他那个新的手机一直在出 而且他自己还要设计手机晶片 哇太厉害了 所以他想这个从上到下一把他吃掉 哇太厉害了 OK 好可不过呢 这个是不是也显示 哇你刚刚提到嘛 三星在打那个价格战 我看到那个真的有点吓一跳 三星已经下调A16跟A16的那个价格了 这样普打三成 哇这个台湾好像没有吧 台湾没有 然后华电的那个HTC One Angel也大降价 天啊 这个应该对他们品牌来讲是一个很大的 很大的打击 对对对对对对 那就等于说上回我们在提HTC的那个品牌价值吗 这样子等于说是雪上加霜不是吗 对对对对 因为已经是个鸿海市场了 所以你看苹果很聪明 他就是区区稳手高借 虽然他今年的iPhone销售可能比去年差 是啊 可是他的毛利 就是说我还是卖很贵的 他就绝对死不降价 我就是做市场第一 最贵最好的手机就好了 对啊 他卖一个手机 人家可能要卖好几次才能赚回来嘛 对不对 所以高阶跟低阶的定位真的要很清楚 那现在怎么办呢 现在Android是要怎么办 这个Android的这个厂牌这么多 然后难道都在里面厮杀吗 怎么办 所以说就会有些新创的东西出来 就我们知道就是说 国外的公司有个叫做Nextbit 就是它是新创的 那它想要设计那种越来越智慧的手机 所以说比现在这种也可以更进化的 那避免就是说 大家只拼硬体 他们就是要在软体上面有更好的发挥 因为其实硬体来讲 我相信大家注意到Android的那个 定级的手机的规格都不输iPhone了嘛 有些是超过 但是就是说软体的经验 或者说你的服务 可能还没有那么好 那么就是想办法去把这个部分加强 所以他们找来那个宏拉电的设计总监 之前的 就是做那个HTC One的那个设计者 然后做成了一个新的公司 OK 所以这只手机很有看头吗 什么我有点不太明白什么叫做 让你的手机越来越 这个怎么讲越来越聪明吗 越来越智慧 应该说手机越来越久之后 你就注意到你的手机会越来越慢 当然了 里面的记忆体都被占掉 我在想应该是这样 所以他们就是要想办法 通过云端来改善你的储存 你的APP 然后定期去把你的手机 就是做一些效率的整理 因为你就会比较快 然后就不会说 我用越久就越慢 这样子 那他的这个定位要到中阶的市场 人家聪明了 人家不要跟苹果打仗 对 对不对 OK 所以中阶 所以他这个是 未来就是他的储存那个 就是影片啦 或者照片啦 通通都变成云端吗 对 就是尽量 然后他有一个很好的同步方法 然后就会比较顺 那他下个月就会发表 OK 好 所以我们来看看啦 这个Android真的很惨啦 不过人家想说Android会整合 现在真的有看到迹象吗 有 真的假的 OK 因为 就像说 你这种在红海市场里面 你一定有的得整合嘛 嗯哼哼 所以当初为什么Google要把那个Moto卖给 是 其实就是开了第一枪了 那之后应该会有一些整病 嗯哼哼哼 对 就像之前 我们知道Nokia跟Ariksen 还有什么法国的什么手机 就是有一些 Surgeon是 他们都会有一些整病嘛 是 那是上一波2G时代的事情 嗯哼哼 那现在到了3G 很激烈 4G之后 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些整病 而且现在那个手机整 就是全球的销售量都往下走嘛 对不对 嗯哼哼 所以这个竞争会越来越厉害了 对啊 该有都有 所以它都到印度失杀了 我们看到到三星在印度也表达不错 对对对对对对 现在都看这个印度市场 看看要怎么样走下去了 然后 我们刚不是提到三星吗 是 所以说它除了手机之外 它是想做太空网络 哎呀 那有个计划是要用4600个卫星来做这个派口网络 但是就目前就是只能时尚谈兵而已 是是是 因为这个成本谈高 不过我看这个计划 那个你们的报道里面有写说 这个Google也有在做 对 因为他做的比较早 他去年花了10亿元 要做180颗高性能绕地卫星 然后他就从很多公司挖来 那个工程师来做卫星 是 这个卫星的提供网络的这样一个计划 比我们之前提到的 就是说用无人机 或者用气球 它会更方便吗 服务更广 比方说你在高山上 我在登圣母峰 我也是可以用网络 所以完全没死角就是这样 对 这个会更好 老实说这几个计划 其实都还是需要时间 对可是像热气球跟那个什么无人机 其实是马上就可以用了 是 对 那这个其实 这几年大概 这种广域或是说跨区域的网络 其实都会是显薛 所以说这种设备应该会蛮值得投资的 哎呀 不过呢 现在三星的状况好像不太好 他这个钱拿得出来吗 对 现在就是不知道 他要出来 哎呀 哎呀 好啦 不管怎么样 这也是一个抢市场的一个方式 你看看那个Google跟Facebook 对不对 我们上次有讲说一个用 一个用无人机 一个是用那个气球 反正呢 他们现在都在厮杀 都在抢这个网络的市占率 谁能够好像掌握 就感觉好像掌握了网络这个市场的话 未来的发展可能性会越来越高 不过呢 大家在讲说网络使用的状况越来越高 对不对 好像对我们的青少年伤害也越来越高 对不对 对 现在就是有个论文就是说 英国的神经学家就发现说 长时间使用网络跟电脑可能会 对大脑会有影响 这个是已经被证实了吗 他没有获得这个太多的数据跟研究 但是就是说 已经大量去曝光这个言言论了 就是说他 只是他自己做的研究 这个还没有完全证实 不过这个一般来讲 就是说 譬如说宅男好了 如果是一天到晚都在家里玩这个电脑 玩久的话当然会感觉会跟这个社会有点疏离感 对啊 那所以就好像感觉会有一些怪怪的 我不晓得他是不是那样所谓的 他说会被触发什么类似避震的特质 不过我觉得根据我们这几年的观察 你可以看到他说 有很多网络残影 可是有的人好 有的人差 所以我觉得就跟运动一样 有些人就是擅长做这些事情 有些人就不擅长 那人版就很多种 那也许对某些人来讲 他确实不适合用网络 这个可能是真的 可是大部分人我相信 用的话其实你对你的一些工作上 我其实是有帮助的啦 就是技能上面嘛 或者说你在吸收一些资讯上面 当然是有帮助啦 那至于人格上 我觉得他可以帮助一些 可能他不太擅长跟别人沟通的人 因为我通过网络 好像我交到朋友嘛 那人的社群的这个需求 其实还蛮高的 是 对那我觉得那种过度使用 然后会有负面效应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少数的人吧 不过因为这个是一个虚拟社会啦 真实的社会的这个人际关系的交流 还是必须 刚刚提到嘛 还是需要一些技巧 跟实际的这样的操作啦 不能老是在虚拟社会里面这样的运作 因为毕竟还是有差别啦 不过他这个他这一份报告好像有些专家也不太同意嘛 对不对 对对 他们觉得其实这不是可能是胡扯啊 哈哈哈哈 因为他们发现到是其他的研究的结论跟这个可能是相反 或者说是不一样的 哼哼哼哼哼哼 好啦不管怎么样啦 不要网路成瘾啦 很多事情适当就好 对 它只是一个工具 那会要会超扣工具啦 不要被工具给操控了 这才是一个我们使用这个技巧上面一个最高的原则啦 不过刚刚提到嘛 我们刚刚说无人机啊 这个可以那个这个布这个无线的网路嘛 对不对 现在呢无人机真的太厉害了 波音好像又有新的无人机啊 对的专利 他现在有个专利是做海空两用的无人机 海空两用 真的很像电影的那个情节 是是是 他不是在空空上飞而已 他飞飞他还可以到海面上 是 然后他还可以在潜水 哦天哪太厉害了 哎我有点问题耶 哎那像那种这个Wi-Fi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分布啊 到了水里面会不会有影响啊 哦对这个还是会有影响 哦OK 他要浮到水上 他才有办法把资料传出去 哦哦 他如果在水里他是没有办法传 哦所以 所以你真的在那个水底里面 你拿那个器具是不能够使用的 对你看就像简箭 他还是要传发讯 他还是要浮到 不要浮到水面 他浮到大概几十公尺的对 然后他把天线伸到水面上 他才有办法传 哦OK 就是说我们看到美国要下什么指令 比如说我要发射核弹呢 他那个 还是要浮上来 才有办法知道说到底发生什么事 哦所以这个Wi-Fi还是有它的限制在了 对应该说Wi-Fi跟那个什么 呃无线通讯都是 但水里是没有办法用的 哦OK 哦好好好 所以呢 这 哎不过相对来讲 这也是未来一个可以研究的一个领域嘛 对不对 对 只要能够突破 哇那不得了了 天上跟地下 哇那 那个领域可大了 不过我们来把这个焦点拉 拉回到这个无人机好了 这个无人机好炫哦 你刚刚讲嘛 在这个天上嘛 对不对 然后它那个能够潜水是一个独立的装置啊 哦独立装置 OK 所以说它把它丢下去之后 然后再飞走 然后那个到水里的这个东西就是说 它用到那个轮盐啊转 它进那个潜航模式嘛 所以在这个时候 它的那个记忆跟安定器就分开了 哦 所以它是分为两个part是不是 对对 我以为是整个就潜进去了耶 对 然后呢 呃 潜完之后呢 它会震着水中的环境嘛 是 资料收集完它就浮到水面 然后把这个资料传给 其他的无人机或指挥中心 哦 OK 但它就回不去了哦 哦 所以那没有办法吗 那原来的母记没有办法把它绕回去吗 要想别的事 就是说 你要再把它接回去 我觉得 可能要有别的无人机再飞过来 把它接走 更大一点的 哦 你这个让我想到以前那个 雷鸟特工队耶 那个二号有没有 对 它也这样做嘛 诶 那个二号不是就把中间那个部分 就是可以潜入到那个水里面去吗 嗯 对啊 就丢进去 哦 对 这个还蛮类似的 哦 是是是 哦 反正诶 你看这个 以前的那种卡通科技 卡通科技里面的那些幻想 通通在现实里面实现 哦 不过啦 那未来看一看啦 我觉得这个 它可能还是要研发一下 如何把这些 把它那个分离的部分 把它回收 对啊 要不要好怪哦 让它在那边漂流嘛 对不对 应该是有回收 只是说不是说 用 无人 就是说用原来的那个翅膀 再去收回来 是是是 有别的设计 好啦 看看这个未来的状况会怎么样啦 不过无人机 你看 厮杀 它从空中已经要厮杀到这个海底面去了 对啊 所以呢 未来这个应该也是一样 很恐怖哦 会 搞不好会跟这个 刚刚讲的那个手机一样啦 好 接下来呢 嗯 接下来我就 最后我们来提一下 我们最近有一个 研讨会的那个活动 是是是 对 这个活动的内容啊 哇 现在是最红的 对不对 这个 这个 网道 是是是 我跟你讲 我们这个办公室里面啊 每个人都被迫要去上这个 Facebook的一些讲座 哦 真的哦 哎 因为都会请老师来做这个 做讲座 然后就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操作Facebook 来行销我们的节目 对 是是是 这个我想各个机关应该也很需要啦 对对对 嗯哼哼 所以我们就特别在9月3号 在台湾会中心 做这样子的这个 社群新媒体的研讨会 你们跟 你们是 呃 就是分了几个部分呢 因为像我们是广播嘛 对 那还有一些是平面媒体嘛 应该都不太一样吧 对 他们都还蛮需要 是 那我们就可能针对政府的公部门啊 或者说是厂商 嗯哼哼 那他有他的理念跟政策要跟网路上的人沟通 是 那他就需要上这个研讨会 嗯哼哼 就有点像是 怎么样跟那些网军们沟通 哦 OK 是啊 那这个非常重要 要不然都没有点阅率哦 现在因为都是被那个KPI给害的 对对对对 都要有那个数字嘛 OK 好 那现在呢 你们讲师有谁呢 我们就是请Google的台湾总经理 然后还有脸书的总监 OK 然后还有那个Yahoo的那个 媒体事业部的总编辑李一致 是 这几个大头来讲 嗯哼哼哼 除了脸书之外 Google还有Yahoo 或者说一些新媒体怎么样去操作这个 网路行销的部分 嗯哼哼哼 然后也有请那个老茶 跟那个小黑 他们也是很知名的网路行销人 然后还做这样子的推广跟宣传 你们有做过研究说现在这个网路行销的这个 每一年的 每一年啦 在这个 呃台湾 光是台湾部分哦 还我不晓得你能做到全球了 然后去买杂志也比较少 大家都看网站上的东西 没错 所以说整个眼球在变 是 所以这个 比去年多了22% 所以你们预估明年还会继续成长吗 明天成长可能会到30级以上 因为像电视 大家也知道不太看了嘛 是 有看网路串流的 因为它没有时间限制啊 对啊 而且我爱看什么看什么 对不对 而且现在新的就是说 你还可以设定录影 是 我就在家里什么NOD 或是那些数位电视就录影 然后时间到再看 然后就可以把广告都跳了 对对我就按快转 我就觉得那个好方便 哎呦天啊 所以这些时代真的变 那变成说电视上它 比方说传统的 你弄一个广告 可能要好几百万 是 头到电视上的广告 可能就要把至少一半 或是三分之一 就把它移到网路上 不然完全没有办法 在网路上被别人看到 是 好所以这个因应 这一次的眼球革命 这个推出来的一个 新媒体的这个行销的变革 那希望大家有空的 可以来参加看看 再讲一下时间跟地点 好不好 我们昨天三号 礼拜四下午 就是在那个台大医院的 国际会议中心 是 好 这个所以各位听众 如果有兴趣的话 不妨来参与一下了 了解一下 未来的整个趋势 好 今天我们就非常感谢 科技新报的执行董事 昌明 来帮我们做的一些介绍 谢谢昌明 谢谢